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9年4月起 李斯端又以台式新闻部采访组组长的身份 接任台式晚间新闻主播 并在该年报道六四事件而名声大噪 也成为该台的收视保证 然而 刚收获人生中的第一份名气就惨遭失足 1989年的台南县长选举曾发生过严重的计票纠纷 李斯端当时是主播兼采访组长 结果他们误信了一个不实谣言 还把它当成头条新闻播出 趁时间引起台南的部分选民不满 甚至还做出上街游行的举动 后果如此巨大 虽然又迎来公司的处分 当天晚上 他被要求在电视机面前对着所有观众 每30分钟道歉一次 从8点半一直道歉到12点 到最后连道歉稿都会背了 随后他的工作没有了 也被罚短时间内不能出现在镜头前 但停播的那两年 他一直在努力地反省并且改变自己 也懂得了人在高处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很多危险就在后面 他还告诉自己 以后凡事都要仔细查证 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才能开展工作 后来卸下主播工作的李斯端 转型成节目主持人后 终于在以精辟的见解和流离的口条 深受粉丝爱戴 而事业亮眼的他 婚姻生活也同样幸福美满 他和爱情长跑多年的老婆 结婚至今已经超过40年 且育有一双儿女 人生相当圆满 之前每次被媒体捕捉到 和老婆约会的场景 两人的互动总是犹如新婚夫妇般甜蜜 李斯端曾在节目中分享过 和老婆的爱情故事 他说第一眼看见老婆就惊为天人 当下便发誓一定要追上他 但他也交代 两人在结婚之前其实经历过七次的分分合合 而且因为好面子 李斯端总觉得一定要先提分手才不会丢脸 另一方面也是怕被耍 所以前面几次分手都是他先提的 直到最后一次 他突然接到老婆主动提出的分手信 还在信中对他说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这一次让他的感情世界犹如崩塌一般 也让他决定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 两人最终也成功走在一起 并组织起美满家庭 此外 在节目上妙语如珠的大主持人 私下居然有着木讷可爱的一面 李斯端曾坦言 自己从未对老婆说过 我爱你这三个字 不过却是以行动来证明 向来西装笔挺的他 私下和老婆约会 总是特意换好修宪服装 之前有次被媒体拍到约会时刻 当时习惯走在前头的李斯端 发现老婆突然停下来回讯息 他竟然往前也没开口催促 反倒是默默停下脚步等老婆跟上 不仅如此 之前两人被拍到在餐厅后卫时 他也带着老婆到一旁的甜点店先行休息 好男人的形象表露无遗 而他也透露 只要闲来无事 夫妻俩就会到外面走走 换个空间相处 李斯端还说 家里几乎都是由老婆做主 他则负责在外赚钱 对当下的家庭生活满意至极 只是甜蜜的感情之中 也曾传出过推文 有次媒体拍到他和一名男性友人 以及四名女性一同在餐厅用餐 其间李斯端独自走到店门外 在路边深懒腰透气 不到一分钟 穿着黑上衣的女友人跟着出来 两人开始抽烟聊天 一开始他们的视线和动作非常一致 都是对着马路吞云吐雾 随后 上前关心他们的男性友人离开后 李斯端就伸出右手搭住黑衣女的肩膀 还拉着对方往自己身上靠 头碰头 两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 猜续的最后 一行人准备离开 却发现他迟迟没有出来 秃头男见状对着黑衣女说 你和他在一起 你去拉他出来 黑衣女则回说 他在男侧我怎么拉 最后在各位友人的三催四井下 李斯端才从洗手间出来 而后和友人分别搭上两辆计程车 前往红海酒店许摊 黑衣女与其他三名女性于凌晨离开酒店 搭出租车往天母方向离去 李斯端则迟迟未见出来 后来接到记者电话 听到记者说 拍到他与美女抽烟还搂肩 他见识惊讶 随后又反问道 有这回事吗 记者告知他全被拍下后 才改口说 那是大学同学和同事 至于与黑衣女的亲密互动 他大叫说 我印象模糊了 问他是否担心老婆吃醋 他则表示 老婆也认识友人 当晚只是同学聚餐 之后续摊去唱歌而已 好在此事之后也没有发酵 似乎确实是一场误会 而感情之外的李斯端 在家庭中 起初也没尽到自己的所有责任 据媒体报道 他是家中独子 爸妈都是公务人员 小时候爸爸为了养活一家六口 常常早出晚归 很少陪伴小孩 因此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是缺席的 但他也像大多数的父亲一样 把所有心力都放在工作上 认为只要给孩子衣食无缺的环境 就是尽到做爸爸的责任 更别说还让他们出国读书 当儿女在国外念书时 他则在台湾工作 他记得 由于和儿子接触时间太少 两人几乎一见面就吵架 一想到此他就说 以前是个蛮自私的爸爸 直到他因为主持亲子节目 才开始学习如何与孩子相处 所以当女儿从国外念书 放暑假回家时 他每天都抽出时间 与他散步40分钟 并关心女儿的近况 日子一久 女儿也愿意和他分享 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而他也会主动和儿子说话 希望用自身的经验 给出社会的儿子一些建议 如今儿女各自在不同领域耕耘 他也表示要继续 做孩子的朋友和人生导师 同时他也很庆幸 现在小孩愿意信任他 因此也感悟到 做父亲的也要信任孩子们的选择 给予最大的支持 此外 有次在参加节目时 主持人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你希望孩子变成一个 有成就感的陌生人 还是宁愿孩子不必有成就 而是你最亲近的人 李斯敦毫不犹豫地说 我会选后者 因为成就这种事太冷冰冰 感情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还补充说 拥有这个就会失去那个 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为人父的他 也从来不会强求孩子陪伴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轨迹 过去的事无法重来 他既能接受孩子有自己的空间 也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由此可见 李斯敦虽然是个木讷的丈夫 但无疑也是为开明的深情好爸爸 如今已经是半退休状态的他 手里依旧有李斯敦的云端世界 及网络节目大云有故事 而且他在私下十分低调 很少被记者捕捉到画面 就算有 也只是为了陪同妻子出行而被拍 有次记者在民生社区 直及夫妻俩先生 身穿灰色郁寒衣物的李斯敦 手里撑着伞 还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与老婆走在一块 老婆的手还挎在她的胳膊上 非常亲密 两人边走边看小声交谈 共撑着一把伞 互动就是一般的老夫老妻 走在前头的李斯敦 不断左瞧右看 好像是在寻找某家店 夫妻俩的步调缓慢而悠闲 非常享受假日时光 不一会儿他们收起雨伞 迈步走进一家 装修很好的面包店 只见李斯敦随意看了看 随后拿起一小块面包试吃 而老婆转过身去 挑自己喜欢的面包 挑了约某十多分钟 买了一小包战利品后迅速离开 然后搭计程车返回新生南路的住处 随后李斯端也听到被记者派的消息 笑说就是买个面包而已 显然无事 父亲接纳一带蛮不错的 喜欢那种感觉 就是去放松一下 还说两人其实经常去喝杯咖啡 因为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夫妻俩就会很随性 想去就去一下 逛完还会在社交平台上放两张照片 自我娱乐一下 言语之间相当惬意 至于一双儿女 她说儿子前两年已经远赴美国 执行业务相关的工作 女儿则是在台湾从事设计工作 对于目前幸福家庭的状况 她则说 希望下辈子还能再来一遍 不难看出 李斯端对于当下的生活非常满意 而这种富足又稳定的幸福感 也让她在生活中越来越放松 或许这也是她与妻子恩爱至极的法宝 相信很多人都会羡慕她的家庭和生活 但她能有如此收获 与当年的拼搏肯定是分不开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事业中打拼之后 同样可以过上美满的幸福日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